大家好,我是欧老师 那今天我们就学习越南语长庸的先公词哈 那好的,现在我们就开始上课吧 Let's go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九组长庸的先公词 那每一组会有两个先公词 那这两个先公词是相反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第一个吧 多 多 多 nhỏ nhỏ 那从照片的意思来看 我不用说了,你们也知道了 那 多就是 大的意思 那反之 nhỏ nhỏ就是 小的意思 好 接下来第二个就是 nhiều nhiều 一 一 就是 多 一 一就是少 好 表示数量小的意思 好 接下来第三个就是 大 是 大 大 好 大 接下来就是 近的词字 差就是近的词字 就是远的词字 接下来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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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,两个词呢 大就是越南被发言 像同样的词 那麦呢 麦就是我们越南 能发言的同样的词 好 接下来就是 肉 肉 啊 肉就是 宽的词字 那 狗的反词字就是 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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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词字就是 折的词字就是 面积小的词字就是 折 接下来就是 thấp thấp 啊 thấp的词字就是 折 那 thấp 的反词字就是 高 高 啊 呢 高就是 高的词字 好 接下来就是 冷 冷 啊 冷就是 冷的词字 那 冷的反词字就是 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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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下来就是 béo béo 啊 béo就是 thong的词字 gay gay 啊 gay就是 收的 好 那对于 béo 和 gay 啊 就是 越南北方人 常用的词 好 那反之 我们越南南南方人 经常说的是 mab mab 啊 mab 就是 胖 那 mab 的反词字就是 呃 呃 啊 呃 就是 就是 收的 那 ok 对于我们今天 越南语 新融词的主题 呃 我们上到这里 哈 好 啊 那现在 我们就下课吧 呃 拜拜 拜拜